大家好 我是Hidy 剛剛起床我就決定開機拍片 因為好像很久沒跟大家更新我的護膚程序 打算一路做早上的護膚程序一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現在的步驟是怎樣用什麼產品 這樣就非常真實的了 全條片會掃硬 這陣子都比較累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平時一樣用清水洗臉 然後用我的這個去角質化妝水 這個用了很久很久 如果是資深的觀眾應該是一路看著它 那我就會先清潔了臉 現在用的這個化妝棉就是Cosme Store 它的性價比是挺高的 我記得價錢是29元左右 120塊 很快抹完臉之後 生暗瘡的位置我會抹一下 然後再去抹一下它 我喜歡這一種化妝棉是因為它抹完不會很容易蓋一些的面水 那麼多年之後 我偶然早上用這個去角質化妝水 都會有一點黃黃的 但是如果我那天做完深層清潔 比較乾淨的話 那就沒有那麼多黃色的了 好 下一個步驟 因為現在早上還是很浮腫 我就會用這個ZiIP去做一個去浮腫的步驟 如果我不在這個家裡 我會在自己家裡 就會用Glysset的G Power Leaf的RF去做的 如果用這個ZiIP 我就會跟他們的Conductive Gel 如果用G Power Leaf的話 我就會用SK2的Cream 叫做Advanced Airy Cream 是他們新出的 這個質地是輕盈過它之前的版本 但是滋潤度一樣是這麼好 我非常喜歡的 這個你早上的時候用 完全不會有負擔感 日頭用也可以 晚上用也可以 是做到緊緻 皮膚有光澤 飽滿 總之配合一些美容液 是可以放大它的功效 也是不錯的 我會跟著它的影片 一路去做 很快就兩分鐘 因為剛才我們是塗了一些Gel Cream 我就會去用一些化妝水 保濕型的 例如Pretty5 或者是Fresh的這一款精華水 這個還未開 因為我剛剛用上一支 又或者是加丹尼爾的這一款 金棧花平衡水 因為這個就會清爽一點 看回我最近皮膚是乾一點 沒有那麼乾 就會用一些非常容易撕開 一塊塊的化妝棉 做濕敷的步驟 看上去好像很久 很多步驟 很繁複 不是的 都是五分鐘 其實不說話 很快就完成了 這一款它是很方便 你看到完全不會很難撕開 已經分開到五塊 整塊臉敷了 在HKTV Mall買的 25元左右 很多地方都可以買的 它裏面是有80塊 一次可以分開五塊去做濕敷 大約濕敷一分鐘左右 我也是想做一個保濕 再加上清洗頭 做那個肌 有些塗的霜霜 霜霜 現在臉就會變回乾爽的狀態 我是強烈推介 超早濕敷 皮膚會很透亮 很通透 然後趕走到暗沉 立黃 毛孔會細緻 然後補水力也是很好 所以我自己選擇一些水狀 流質的 它的吸收度會好 就不需要上面有層東西 然後焗著 要再抹一次 沒有的 它們現在已經完全吸收了 之後會根據情況用不同的精華 例如現在生暗瘡 我就會用Starrytail的M8 這個是有少少少消炎的作用 它是很流質 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我經常介紹 我會塗在下巴的位置 臉也會比較大 但因為剛才濕敷了 其實補水力已經不錯 我就不會塗太多 全臉印一印 幫它滲入皮膚 除了M8之外 最近我常用的佳麗還有它們 如果那天我想滋潤感強一點 就會選擇Fresh的火山茶精華 它是會比較奶狀的 可能秋冬 你在一個冷氣地方 怕皮膚容易扯乾 用它是非常足夠 有滋潤感 然後可以令皮膚長時間做到一個保濕的 接著Tatcha的Silk Serum 它是比較薄 比較水的 但很好推 這個我喜歡在戶外活動 例如怕熱或曬會焗的時候 用它是有滋潤感 但完全很薄的 最近是我非常之喜歡的 最近也有MELFITTER的精華水 應該大家看到 最近很多人介紹 你會看到它的質地 是會比較稠的水狀 你可以把它焗到哪個地方乾 有一些乾紋 乾皮 脫皮 你重點拍下去 這個保濕度是非常之好 當然 整塊臉用都可以的 但因為我有很多精華 這個我喜歡就是把它加強保濕 趕了那麼久 嘴都乾了 我用這個Charlotte Tilbury的Lip Oil 它是薄茶可以做到潤唇 厚茶可以做到唇膜 非常好 這個是隱藏好物 日頭這幾個月我比較常用 是Ipsa的這個 叫做彈潤活牙面霜 它我真的覺得做皮膚的彈性是不錯的 質地是有少少挺身的cream狀 是cream gel狀 因為它一推開 你會看到很容易推 然後很快吸收 日頭用是完全不會有一種負擔 很舒服的 但是它在晚上 我覺得滋潤度沒有那麼高 油性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會日頭用多些 作為乾肌夏天用是剛剛好的 可以持久的 令皮膚不會扯乾 我是很喜歡的 這陣子我的新膚 是Charlotte Tilbury 他們的Magic Water Cream 這個我覺得 比起Ipsa會再水些 更加霜的 你看到它更加水的 但是有一個滋潤度 新時限 所以這陣子我都很喜歡 但是剛剛用無奈 不能給大家太多的review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眼霜 這個是AHC的Age Defense Real Eye Cream for Face 它是比較薄的 很適合我用來日頭的時候做眼霜 你看到一粒豆的份量 推開 完全不會厚 不會太挺身 記住印上眼皮 這樣就完成了 吸收好可以塗防曬 防曬 最近拍了影片分享 今天就不塗了 在這裏 完結我的日間護膚品 希望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現在的步驟 用的產品 跟著有什麼的感受 我們可以交流一下 究竟大家不同的護膚品 你們日頭會塗什麼 步驟是怎樣 可以聊聊天 好了 素環的影片 不知道 幾分鐘 大家看著 不會覺得 算了 不理了 一向都沒有形象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和訂閱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快點再豁出去 近一點 看看 應該會見到這個 控是我勾損了 之後還在修復 最重要是做一個乾肌 不要粗鞋 不要容易有紋 現在我也覺得 這個滋潤度是自己 滿意的 如果你們有什麼 護膚心得的話 記得跟我交流 就把把的油分壓 抹飾一下 再給我 一個 我可以